各位同學大家好 郭Sir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未來小五第一次懲分試 究竟有甚麼需要準備 以及有甚麼要留意 在開始之前大家留意 記得訂閱了郭Sir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有甚麼新的消息、新的動態 都可以第一時間通知了你 好,事不宜遲了 留意一下 現在我們距離第一次懲分試的時間 都不足一個月了 究竟有甚麼你需要做的呢 雖然中英素常四科都很重要 但你也不要忽視了體育、音樂、美術等科目 因為這些科目都是同樣會計分的 雖然它的比重不是跟其他四個主科一樣 但是你不要忘記了 因為這兩年疫情的關係 其實很多課外活動都已經停止了 或者停滯不前 其實大部分的同學都不能夠 透過這些課外活動 去拿到更多的分數 或者有一些所謂的特異功能的優勢 所以你的分數、你的成績 是有一個決定性的影響的 另一件事就是 關於如果你在第一次懲分試 考得好一點的成績 其實是有助於你去考一些直肢學校 甚或是在未來的自行分配階段 可以有一個更大的優勢 令到你在全港的排名上面 有一個更前的位置 所以你在面試 甚或是其他不同的範疇上面 都可以有一個大一點的優勢 令到你容易些 在3月31號 能夠獲得一個正取身的資格 不需要透過程三 甚或是同一派的階段 令到你好像感到很徬徨那樣 又或者去到最後階段 去到7月才知道 有些什麼學校會收了你的 又或者調轉這樣想 因為程一的成績 和程二程三的比重其實都是一樣的 所以整個程分市的階段入面 第一次程分市 其實佔了整體的成績的三分之一 如果你能夠好好地把握了這一次機會 其實已經做了一個很好的開始 其中的三分一 你已經奠定了一個很好的優勢 所以記得一定要做好你的情一 很多人都會問究竟需不需要去補習 其實補習是一個策略來的 無論你是一仔二仔 還是三仔 即是Band 1、Band 2、Band 3都好 都需要透過一些策略 去令到你提升能力的一個機會 在補習中 其實不同能力的同學 有不同的需要 或者在不同能力的同學 他需要的東西其實都不同的 究竟不同Band 2的同學 需要的東西是什麼呢 其實可能能力高一些的 其實他需要一些速度 準程度的 能力比較弱一些的 其實他需要一些基礎的知識 去幫他怎樣去令到 基礎的東西打得好 務求在合格以上 會不會拿多一點的分數 令到他增加接下來的競爭力呢 這些都是我們需要 考慮的問題來的 所以奉勸大家 其實由今天開始 應該要開始去準備的了 如果你還未想到 怎樣去準備的話 不妨找角色去談一下 或者想一想 究竟接下來這一個月 你可以做些什麼 去幫自己 或者幫你的小朋友 在情婚史裡面做得這麼好 令到你在選學校 或者升中的過程裡面 不需要那麼頭痛 會沒有學校可以讓你選 其實這個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範疇 郭Sir的分享今天就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今天我們分享的 關於第一次情婚史 怎樣去學習 怎樣去令到自己增加競爭力的一個分享 是有用的 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郭Sir Share這條影片給你的朋友看 還有最後記得Lik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